1992年,梁家辉用一部情色片飞升国际,成为法国人眼中的性感男神,而十年后与鼓励地合作,又让热辣激情镜头成了影片的大卖点。 其中一女两男的三角布什,也惹得观众们唏嘘。 周瑜初次见到诗人陈青,是在夏日的舞厅中,彼时的他一戏红裙,身姿绰约。 陈青一眼便动了心,在白纸上写了情诗,递给周瑜后就仓皇逃跑。 周瑜看到了粤鱼纸面的爱和才华,可陈青已经消失不见,只剩不剩遗落在座位上的包和名片。 作为小镇上的陶艺师,周瑜骨子里是浪漫的,于是他照着名片上的地址,坐火车从三明去了重阳,辗转出现在陈青家门前。 陈青十分惊喜,两人一同出去散步,陈青又拿出几张纸,上面都是写给周瑜的情诗,他说在舞厅穿红裙的周瑜,实在太过惊艳,周瑜一手手不过,很快便沦陷其中。 他喜欢诗人,喜欢陈青的梦想,这种浪漫的爱,正是他所追求的。 于是之后每周,周瑜都会坐火车往返两次,带着自己做好的瓷器和陈青见面。 瓷器上一笔一画的彩绘,正是他毫不掩饰的,热烈的爱。 所以在第三次见面时,当陈青举着书本见身,笑着说起当诗人的梦想时,周瑜主动稳了上去,他们在潮热的夏季拥抱,确定了恋爱关系。 周瑜依旧一周往返两次,陈青也会拿着不同的花在车站等待, 他们肆意地拥抱,周瑜给了陈青许多灵感。 他在诗中将周瑜比作鲜狐,而这首诗境也顺利在报纸发表,成了陈青第一首登上刊物的诗。 他欣喜若狂,站在桌子上为周瑜朗诵。 周瑜也很开心,他觉得仿佛全世界都看到陈青对他的爱,可尽管如此,陈青贫困的境遇却没有改变。 他工作的图书馆面临裁员,馆长给陈青两个选择,要么去西藏支教,要么做护灵员。 陈青不能失去工作,他选择了前者,这也意味着要和周瑜分开,他的态度逐渐冷淡。 甚至当周瑜因奔波在火车上晕倒时,陈青也只是简单安慰,还劝周瑜身体不好就不要频繁地两头跑了。 周瑜有些失落,上火车时那个被撞出缺口的晚,似乎也预示着什么,可他太爱陈青了。 于是在休息几天后,就又抱着坐好的瓷瓶上了火车,路上一个叫张强的兽医看中瓷瓶,想花钱买下。 周瑜没有同意,因为这是送给陈青的,可张强追上纠缠,周瑜不耐烦,当面摔碎了瓶子,他并非是易怒的人。 摔瓷瓶只是在发泄进来和陈青相处的郁闷,可这行为却引起了张强的兴趣,周瑜的美和性格都吸引着他靠近,但此时周瑜脑中却全是陈青。 之后的时间,周瑜总能在坐火车室遇到张强,两人时常聊天,也渐渐成了朋友。 有次两人还买了去仙湖的票,在仙湖站台下车后,周瑜执意要去寻找陈青势里的仙湖,结果整个下午也没有结果。 雨哗啦啦的落下,周瑜眼前灰蒙蒙一片,陈强拉着他回去,看着失落的周瑜,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 他们今天过来寻找,就证明心里是有仙湖存在的,这其实就够了。 周瑜听后若有所思,随即心情好了许多,他看清了自己对陈青的爱,于是带着自己所有家当,包括祖传的宝贵瓷器,坐火车去了重庆。 可去的路上,周瑜却有些莫名的惆怅,他总觉得自己变了,追求爱的同时,好像也迷失了自己。 说起来,他也已经很久没有跳舞了,到了陈青家后,周瑜表示以后自己就住在这里了,说着就自顾自地收拾着东西。 陈青还处在惊讶中,周瑜又说准备了惊喜,让陈青次日去某个地方,陈青带着疑惑出发,到地方就看到周瑜正顶着烈日发传单,而传单的内容,竟是陈青诗歌朗诵会。 对,看到这,陈青心中有些不忍,始终说不出分手的话,而周瑜费尽心思,只想让爱人离梦想更进一步,可现实却太过残酷,晚上他们等了许久,却没有一个观众过来。 陈青视若珍宝的梦想,在他人眼中却一文不值,他将手中的诗稿禁术扔掉,梦想也随之破灭。 陈青走了,悲伤包去了西藏,周瑜的爱留不住他,可周瑜却已经无法自拔。 虽然搬回了原来的地方,可他仍旧每周坐火车往返两次重庆,独自去那个空房间中待上一回,这期间张强都会陪他一起。 两人在一块的时间越来越多,张强总在言语中,暗暗表示着自己的爱。 这天他觉得时机成熟了,就约周瑜在人工湖见面,准备了鲜花和啤酒表白。 这种浪漫的行为和眼前的湖水,又让周瑜不可抑制地想起陈青,于是他去了火车站,可一路奔跑也没有赶上那列火车。 看着火车急迟而去,周瑜忽然觉得很累,他蹲在地上休息,眼泪止不住落下。 这一刻他才明白,自己和陈青已经错过,就像身处两列不同方向的火车,无论他在自己的车厢上再如何努力追逐,都不会有结果。 或许是想走出这段爱情,也或许是想找个依靠。 周瑜开始试着接受张强,有次他主动过去,看到张强正在给猪打针,眼前的景象忽然让周瑜觉得踏实,于是他频繁地过去,甚至还像妻子一般,给张强的朋友们炒饭。 看着在厨房忙活的周瑜,张强以为自己成功了,可当两人紧紧相拥,就要确定关系时,周瑜却又主动退出,他犹豫了,张强很好,可他身上好像始终缺了些什么,或者说到底,张强不是陈青,这让张强费解,他想不明白,陈青究竟有什么好。 于是便坐火车去寻找陈青,次日才又回到家里,这晚周瑜没有拒绝他,可张强却清楚,周瑜的爱,始终都在陈青身上。 晚上周瑜独自出门,坐在长椅上想了许久,他不停地问自己想要什么,伸出去的手掌也慢慢握紧,心中的答案在月光下逐渐明亮,依旧是陈青,于是次日一早,他跟张强告别,打算继续追寻自己的爱。 张强紧紧抱住他,一遍遍地让他忘掉陈青,留下来和自己重新生活,可周瑜还是拒绝了,他终究是个浪漫的人,张强的柴米油盐留不住他,所以周瑜走了,尽管去找陈青的结果充满未知,他却仍然义无反顾,如同第一次照着名片上的地址,找到陈青家里那样。 这天之后,张强再也没有见过周瑜,陈青也是如此,因为载着周瑜去火车站的那辆车,不慎在路上出了意外,周瑜在那场事故中丧生,死在了求爱的途中,周瑜的火车改变自北村的小说《周瑜的喊叫》,故事的最后,周瑜不顾张强的挽留,毅然踏上了寻找陈青的路途,然而,等待他的既不是陈青的回归,也不是张强的执着,也许,他想要的,就是这样的一种解脱。 1992年,梁家辉用一部情色片飞升国际,成为法国人眼中的性感男神,而十年后与巩俐地合作,又让热辣激情镜头成了影片的大卖点,其中一女两男的三脚步驶,也惹得观众们唏嘘,周瑜初次见到诗人陈青,是在夏日的舞厅中,礼时的他一戏红裙,身姿绰约,陈青一眼便动了心,在白纸上写了情诗,递给周瑜后就仓皇逃跑,周瑜看到了粤鱼纸面的爱和才华, 可陈青已经消失不见,只剩不剩遗落在座位上的包和名片,作为小镇上的逃逸师,周瑜骨子里是浪漫的,于是他照着名片上的地址,坐火车从三明去了重阳,辗转出现在陈青家门前,陈青十分惊喜,两人一同出去散步,陈青又拿出几张纸,上面都是写给周瑜的情诗,他说在舞厅穿红裙的周瑜,实在太过惊艳,周瑜一手手不过,很快便沦陷其中,他喜欢诗人,喜欢陈青的梦想, 这种浪漫的爱,正是他所追求的,于是之后每周,周瑜都会坐火车往返两次,带着自己做好的瓷器和陈青见面,瓷器上一笔一画的彩绘,正是他毫不掩饰的,热烈的爱,所以在第三次见面时,当陈青举着书本见身,笑着说起当世人的梦想时,周瑜主动稳了上去,他们在潮热的夏季拥抱,确定了恋爱关系,周瑜依旧一周往返两次,陈青也会拿着不同的花在车站走待,他们肆意地拥抱,周瑜给了陈青许多灵感, 他在世中将周瑜比作仙湖,